歡迎回來 臺灣是一座海島 但是人跟海洋的關係卻非常遠 海洋文學作家廖宏基 從九零年代開始 以文字書寫海洋 深刻描繪海洋的面貌 還有陶海人的生活 像是鬼頭刀 陶海人等等文章 廖宏基還在一九九八年 發起了黑潮基金會 觀察臺灣海域的鯨豚 並且親自導覽 帶領我們親近海洋 最近出新書的他 甚至在海上舉辦新書發表會 海豚家族們也出席了這場盛會 緯度跨寒暑 今度穿越日子和日子之間 這是一座不大不小 又可大可小的海島 島嶼浮於海 乘風受浪 岩岸始終相滾著一圈 仙昂白浪 搖搖側看 幾分像一面 洋舞在大洋裡的倉裕驚奇 湖看時又幾分像一艘大洋裡 穩健航行的船舶 現在在兩點鐘航向也有 請兩點鐘航向 第一群飛旋海豚 他們判斷應該是一個大家族 然後分成不同的小組 散佈在寬廣的水域裡頭 水尖特別的修長 算是沿海海域活動比較嬌小的 站上船身至高點 指引眾人目光搜尋金屯足跡 他是廖宏基 1993年他以陶海人身分 寫出台灣第一篇海洋文學 接著他帶領海島人清淨海洋 也許我們也可以出去看到海洋 拍拍手就回來了 那娛樂的身心 可是不只這樣包 我覺得可以用很多很多種方式 來前世這一步 這關鍵的一步 踏上甲板離開陸地 生長在花蓮的廖宏基 原本是水泥公司採購員 35歲踏出他決定性的一步 出海當漁夫 並且開始用文字書寫海洋 那個時候是戒嚴之時期 水到海上去捕魚是最方便的 那捕魚的過程當中讓我看見 讓我體會到很多很多不同的 不同於陸地的經驗 這些經驗對我生命來說 都是第一次 而且都充滿了近期 所以我就很想把它講出來 從頭學習甲板上的生活 廖宏基把海上的經歷捕魚的震撼 對生命的觀察一一用筆記錄下來 他發現海洋並非陸地的盡頭 而是另一片藍色國土 各位已經來到我們的臨海 來到我們的藍色國土 這一步是重要的 你的世界從此變成 除了陸地世界 還有海洋這一片世界 所以當我們願意離開海岸 願意踏入我們的海域的時候 這個海島就變得可大可小 不再是僵固的三萬六千平方公里 可以用各種各樣的方式 去前世這個海島的時候 那這個海島就變得很大了 就不再是一個小小的海島 他在這裡認識了海洋好朋友 為了觀察這些鯨豚 廖宏基集合漁民 影像文字工作者 一起維護台灣海洋生態 所以真的一個好的獵人 是會維護他的獵場 一個好的漁人 一定在乎海洋裡頭的魚 有沒有留下更多的魚 讓我繼續捕魚 海這麼的寬這麼的深 我們人沒有能力去保護它 我們是海島居民 海洋可以提供給我們很多養分 可以提供給我們很多機會 我們必要先看見它 不應該這樣子就把它放棄掉了 島嶼湖原有限 山林錯綜 地湖不展 這是一座幾分實在 也幾分虛幻的海島